因為新北市的新增確診個案 零人沒有新增個案 那目前為主居家列館是372人 本日可解隔106人 所以我們大部分 103人 本日解隔103人 那在這段時間 我們整個社區的監測 到9月22號 所以陸陸續續 解隔數會增加 所以今天解隔的103人 也是我們這段時間 居家隔離的比較多的人數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持續的監控 讓我們的疫情能夠相對的穩定 目前我們以9月22號是最後一天的觀察指標 我們在9月23號 會正式來對外面做一個說明 不過就算社區解隔以後 還有7天的自主健康的監測 我們會持續的監控 追蹤 了解 掌握 希望疫情還是在整個掌控當中 能夠有效的把疫情控制得更穩定 所以目前為止 在23號我們會正式對外來做一個說明 有關疫情的整個未來後期的發展 我們到9月23號就能夠比較確定 在這次第二卡進入社區的案件 是不是會比較能夠穩定的告一段落 所以我們在9月23號會正式的對外來做說明 那到9月23號原本都是在搶外二級 如果能夠朝穩定的方向走 我們就渴望回到警戒二級 但是我們一切還是要等到9月23號 當天我們確定了9月22號所有解隔 確定無誤 我們才會對外來做說明 謝謝 謝謝